快走 飘洋在授阅部队最前面的是鲜红炉火的八一军级 这面浸泡着千百万革命先烈热血的军旗诞生在南昌起义炮火之中 曾引导着人民军队走过了井冈山的硝烟雪山草地的苦难 走过了抗日战争的风火走出了全中国的解放 铸造了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辉煌 军旗如虎士气如虹 三军将士在军旗上书写的是光荣和神圣 人民军队在军旗上牵刻的是职责忠诚 今天一百五十六零三军仪仗队队员 护卫着这面光荣的军情 引导着整个狩猎的四十二个方队和十个空中梯队 通过庄严的天安门广场 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紧随一战方队之后的是四个军队院校方队 他们是全军一百多所院校的优秀代表 建国五十年来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非常重视军队院校建设 毛泽东同志通过兴办院校 实现了我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到依靠院校培养干部的转变 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 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 面对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 将主席高瞻远瞩地指出 迎接新的军事发展挑战的关键在人才 开 开 开 透过这英气勃发的青春面容 透过这铿锵有力的矫健步伐 我们看到了我军新型指挥人才 奋进在知识化大道上的壮志豪情 目前全军院校共培训各类军官一百八十多万名 有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军官 获得大专以上学力 百分之二十三以上的军官 获得本科以上学力 我军军官队伍的整体素质 特别是科学文化素质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今天人民军队变化最为深刻的是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崛起 为迎接世界军事革命的挑战 实现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 各军队院校正在积极构筑人才高地 一批双学位硕士博士正在成为科技强军的中坚力量 目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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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培养了大批适应军队在各个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他们托继着共和国的未来和希望 大批适应军队在各个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绿色的浪潮在金水桥畔奔涌涌 整齐的步伐在天安门前行进 这经过血与火洗礼的精锐之诗 使人感受到一股不息的寻风 他们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军之力走来 展现出优良的军政素质和一万无前的英雄气概 展现出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伴随人民军队的发展 我军一支支历经革命战争考验的英雄部队 已从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拥有新型综合作战能力的合成集团军 运用高科技知识 广泛开展科技练兵 他们在现代技术 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备作战能力得到极大极高 成为一支支攻南克险的利剑 看着波涛的节奏带来海洋的气息 共和国水平方阵从大海上走来 加油 干 天 五十年来 人民海军被汉备三百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 巡守一万八千余公里的海岸线 踏平了多少惊涛派浪 闯过了多少岸礁险安 为了让世界看到一个发展中的强大中国 他们又把航迹 印刻在浩瀚的大洋上 身着海洋迷彩服 被称为陆地猛虎 海上蛟龙 空中雄鹰的海军陆战队 步履矫健的走来 作为人民海军序列里最年轻的兵种 海军陆战队与水面舰艇 水下潜艇 海军航空兵 暗防部队一起 形成了适应现代海战的海军五大兵种 在祖国的万里海浆 构筑起立体化的海上长城